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凌晨 將會有兩場意大利甲組聯賽賽事上演 而其中較早開球的一場 由哈雷莫納主場迎戰羅馬 哈雷莫納目前深陷降班區難以自拔 而且球隊聯賽至今依然一勝難球 此番對陣在聯賽榜排名前列的羅馬 主場出擊的哈雷莫納隨時栽到淪陷 本場賽事我們的M直播將會有現場直播 哈雷莫納絕對是今季歐洲五大聯賽中 獨得無異的存在 因為他們至今23輪聯賽不勝 目前只有9分在手 基本上已經預定了一個降班的席位 不過在意大利盃方面 哈雷莫納竟然可以一路過關斬仗 殺到準決賽的階段 如此自然相反的表現實在令人始料不及 相比之下 哈雷莫納與其流力應付毫無希望的耳甲聯賽賽事 倒不如放手一搏 期待在意大利盃爆個大冷更好 哈雷莫納這麼長的陣容消息方面 後衛的基利節斯是欣賞缺陣的 至於這麼長作客的羅馬 他們自年初至今在耳甲只輸過一場 而且還是敗在領頭樣拿玻璃的手下 其餘的七場賽事一共收獲五勝二和的佳職 球隊的表現是值得信賴的 前線的戴巴拿和艾巴咸兩位射手 在這個期間各自攻入了三個入球 是羅馬攻城拔債的重要力量 而在近方方面 羅馬在歐洲聯賽的富家賽上 成功淘汰了奧地利的老牌競女 薩爾斯堡取得晉級 球隊目前保持了各項賽事兩年勝的勢頭 球員有著不足的士氣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 羅馬在意大利盃方面 止步於半準決賽 而淘汰他們的球隊 正正是今場球的對手克雷莫納 如果說羅馬當時輸球實屬意外 那他們今場聯賽再到遇上克雷莫納 實在毫無不勝的道理 羅馬今場就從消息方面 後衛的屎摩寧需要停賽 而中場的達保爾則欣賞決陣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prophecy 趁機 我們請進 pumped 成長 獨